一架在满旅客的飞机刚刚起飞 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几个年轻人经得目瞪口呆 就在十分钟前他们也在这架飞机上 因为男主爱丽克斯的原因逃过了一劫 原本老师要带着同学们去巴黎旅行的 可在登机之前却发生了一系列诡异的现象 爱丽克斯发现航班时刻表出现了跳动 除了他们的航班 所有班次都被取消 并且起飞时间竟和自己的生日一模一样 也许这只是巧合 爱丽克斯并没有多想 在上厕所时 约翰丹佛的歌声响起 要知道这位著名的乡村歌手是死于空难 就在航班起飞前 窗外突然电闪雷鸣开始下起了雨 这让爱丽克斯不禁担心起来 飞机上哭泣的婴儿 举止怪异的病人 让他感到焦躁且不安 似乎种种迹象都在暗示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爱丽克斯来到了自己的座位打开通风 试着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 就在这时两名女同学找他想换一下位置 爱丽克斯不好意思拒绝便同意了 来到好友拖的身边 结果刚坐下 小桌板突然掉落 原来是锁指开关坏了 当他想呼叫空姐说明情况时 飞机刚好准备起飞 随着速度的不断提升 强烈的推背感将所有人压向座椅 紧接着一阵颠簸出现 乘务员让大家淡定 这只是干扰气流而已 果然片刻之后飞机恢复平稳 舱内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只有爱丽克斯还在那游行冲冲 结果正如他所担心的 飞机还没飞出去多远 机身再次抖动起来 显然这次要比刚刚的剧烈的多 乘客们被吓得惊声尖叫 行李架上的随行物品纷纷掉落 大家意识到 这并不是简单的气流颠簸 一时间机舱内火花四溅 随着一声巨响 飞机的左侧被撕开了一个大洞 在强大的负压下 靠近的乘客连同座椅 直接被卷出机舱 紧接着一系列剧烈的爆炸随之发生 飞机上的乘客当场灰飞烟灭 艾利克斯突然被惊醒 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 诡异的是刚刚梦中的一切正在重演 要换位置的女同学 坏掉的小桌板锁止开关 但事情怎么会这么巧 艾利克斯意识到大事不妙 不停地大叫 飞机马上就要爆炸 乘务员劝其冷静下来 艾利克斯的过分行为 引起卡特的强烈不满 冲上来就打了一拳 乘务员马上采取了行动 把这群闹事的高中生 全部赶下了飞机 托德与布莱尔有点不放心 便跟着一起下了飞机 与教师向机长求情 想让这些同学重新登机 可他的态度十分强硬 说什么也不让闹事的这群学生 上这趟航班 无奈的女老师 只能让懂法语的男老师 带着其他同学先去巴黎 却不知道这一别 竟然是阴阳两个 看着渐行渐远的飞机 卡特气不打一出来 指责艾利克斯耽误大家的行程 可就在这时 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刚飞出去不久的飞机 已经化为一团火球 很快便消失在了夜空 艾利克斯的预言竟然成真 死神和他们擦肩而过 几人惊得哑口无言 警方与海岸搜救队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却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拳击287人全部罹难 无一人生还 警方例行盘问 侥幸逃过一劫的7人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走了个过场就被家长接走 他们认为 艾利克斯的预言只是巧合而已 第二天的追悼会上 有人感谢艾利克斯的救命之恩 而一向与他不合的卡特 却把他当成了怪物看待 没有人知道 死神想带走的人谁也阻止不了 深夜一阵阴风从窗户吹入 房间的门也随之关闭 紧接着马桶阀门 竟然无缘无故地开始漏水 而拓得并没有发现这个细节 来到镜子前刮起了胡子 结果第一下就割破了皮肤 拓得转身来到浴缸准备泡个澡 地上的水像被鬼附了身一般 向着他的方向流去 当他准备收拾挂在这里的衣服时 毫无防备的拓得脚下一滑 脖子被铁丝勒住 身体也随之失去重心 一头栽进了浴缸 更要命的是一瓶沐浴露洒了进来 现在他的脚下光滑无比 根本就站不起来 缠在脖子上的铁丝却越勒越紧 眼睛里开始大量冲斜 他挣扎着想拿边上的剪刀 可距离太远了拼尽全力也无法够到 最终拓得鹰无法呼吸被活活勒死 诡异的是地上的水流居然慢慢退回了马桶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与此同时 艾利克斯也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他在家看报时 突然一只猫头鹰落在了窗前 艾利克斯想要赶走他 不料报纸卷进电风扇 一块碎纸片上竟然是托德的名字 他顿感不妙 便向朋友家跑去 结果还是来晚一步 此时的托德已经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让艾利克斯无法理解的是 克莱尔也出现在这里 并让他赶快离开 为了解开心中疑惑 第二天艾利克斯找到了克莱尔 克莱尔解释说 自己虽然不能和他一样看到即将发生的灾难 但能感觉到危险 这也就是当时他为什么也跟着下了飞机 布莱尔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天的事情并没有完结 他甚至怀疑托德的离奇死亡只是一个开始 为了搞清楚真相 两人趁着夜色悄悄潜入了殡仪馆 看看能否在尸体上找到有用的线索 他们遇到了一个黑人入恋师 老黑非常有经验 他一眼看出托德并非人们所说的自杀 死神早已为每个人设计好了一切 就算你们那天逃过了空难 死神还会启用新的计划 想要活命就要搞清楚 他会在何时用什么方法来制造死亡 另外破坏死神的计划会让他非常愤怒 很可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也就是说那天幸存下来的七人会继续发生意外 除非预先找出身边的潜在危险才能避免 就在此时艾利克斯看到玻璃反射出大巴车的身影 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 开车的卡特看见了艾利克斯 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 上来就和他吵了起来 泰丽觉得卡特的行为简直不可理喻 推开他气愤的转身离开 结果被突然冲出来的大巴车撞到当场身亡 简直是防不胜防 晚上有关飞机失事的原因终于被调查出来 原来是发动机线路短路导致燃油泄漏 遇到火花这才引起了一系列爆炸 从调查的演示途中 艾利克斯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爆炸的路径对应了每个人的座位顺序 先从托德开始然后是泰丽 也就是说女老师正是死神的下一个目标 艾利克斯连夜赶来这里却被女老师发现 看着她鬼鬼祟祟的样子 女老师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她认为死神有可能在老师的车上做文章 结果被赶来的警探带回了橘子审问 事到如今艾利克斯把自己的发现讲了出来 当然警方不可能相信这么离谱的说法 因为没有证据 警方只能再次放了她 他们哪里知道死神已经来临 深夜一阵诡异的阴风从窗台吹入房间 死神已经寻好了下一个目标 浑然不知的女老师接完水用毛巾擦干胡声 只见一团黑雾在倒影中显现 一回头却什么也没有 顺手便将抹布挂在刀架上 水烧开后她把热水倒进杯中 结果出现了幻觉 女老师受到惊吓 从冰箱里拿出冰块与一瓶高度福特加 冷热交替杯身出现了裂缝 她没有察觉拿着漏酒的杯子来到电脑边 却不知白酒滴落在显示器上 进入内部的液体引起了元器件短路 女老师不明白 显示器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冒出了白色烟雾 就在她靠近时突然发生了爆炸 碎片直接割破了脖子处的大动脉 更糟糕的是火花点燃了撒在地板上的酒精 一路烧到厨房 引爆了那瓶高度福特架 老师直接被炸翻在地 他想用毛巾包扎伤口 却连带着刀架一并扯了下来 回家的途中 艾利克斯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扑面而来的火焰 让他顿赶老师可能遇到了危险 等他来到老师家时 只见地板上有大量血迹 一把钢刀插在老师胸口 就在艾利克斯考虑怎么救老师的时候 厨房又发生了爆炸 椅子刚好砸在刀柄上 女老师当场叙事 艾利克斯乱了阵脚 想都没有想直接拔出了刀子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这种情况自己会被当成杀人凶手 想到这里艾利克斯快速逃出现场 紧接着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刀上留下的指纹和地板上的脚印 让他有口难辨 警方怀疑这一切都是艾利克斯干的 克莱尔非常清楚 这都是死神设计好的 下一个是谁 只有艾利克斯知道 为了不被警方抓到 克莱尔决定把他送到小木屋躲避 开车的卡特迫切想知道 谁是死神的下一个目标 见艾利克斯迟迟没有给出答案 卡特笃定下一个就是他自己 既然不管怎么逃避 结果都是难逃一死 卡特情绪瞬间失控 直接来了一脚地板油 车辆犹如脱缰的野马 一路狂飙 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最终将车停在火车轨道上 此时火车即将通过道口 其他三人下的急忙逃离车辆 只有卡特还坐在车里 假装一脸淡定 随着火车距离越来越近 卡特准备结束这个玩笑 关键时刻车却打不着了 门保险诡异地自动上锁 安全带也无法解开 他这才意识到玩笑开大了 眼看火车就要撞上 卡特彻底慌了 艾利克斯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 终于在最后一秒将气从车里做出 卡特的愚蠢行为遭到了比利的指责 可死神并没有远离 一块汽车残片被卷起 直接消掉了比利的脑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按照顺序 这次死的人应该是卡特才对 而死神却跳过他干掉了比利 艾利克斯终于明白过来 就在刚刚他遇见了安全带回断 所以才冲上去把卡特 从死神的手中救出 也就是说只要提前插手 找到关键点 就可以阻止意外的发生 死神跳过了卡特带走了比利 按照顺序下一个就是他自己 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艾利克斯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油灯放在小盆中 他把所有的尖锐物体 全都带上了保护套 为了防止物品掉落 用胶带做了防护 就连吃个罐头 艾利克斯都戴上了手套 主打一个就是让死神无从下手 此时一股阴风袭来 吹到了垃圾袋 滚出的铁盒砸到了角落的鱼杆 好在他早已洞悉一切 及时关起了门 艾利克斯以为自己幸运躲过一劫 可当他看到飞机出事的报道时 突然想起当时 他并没有交换位置 也就是说克莱尔 才是死神的下一个目标 这个叫克莱尔的女孩 被死神盯上 一道闪电袭来房子边上的电线 被击中 一时间火光四射 被拴起来的看门狗 吓得狂飞不止 就在克莱尔准备救下狗时 狂风吹倒了天线 刺破了边上的水池 大量的水向着一人一狗流淌 眼看高压电线 就要接触到水所覆盖的区域 好在克莱尔在最后一秒 爬上墙壁上的梯子 总算是回到房间 可是在电缆的不断攻击下 家里也不安全 克莱尔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开车逃离这里 然而死神早已看穿了一切 在高压电的干扰下 车辆失去了动力 就在他陷入绝望时 埃利克斯赶到了这里 他拿起木柄铁锹 想要弄走高压线 结果却被电线弹飞 倒掉的汽油桶开始泄露 一直流淌到汽车底盘 接着电线引燃了汽油 用不了多长时间 汽车便会发生爆炸 为了救下克莱尔 埃利克斯竟徒手抓住高压线 给布莱尔逃离争取时间 紧接着一声巨响 汽车还是爆炸了 布莱尔安然无恙 埃利克斯被冲击波先飞 好在并无生命危险 半年后三人坐着飞机来到了巴黎 算是完成了心愿 经历上次的危机后 六个月来风平浪静 他们还以为已经逃脱了死神的制裁 悠闲地在街边喝酒 突然埃利克斯再次觉察到了危险的存在 种种怪异的现象表示死神又来了 他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 便准备一个人回酒店 就在这时一辆大巴车冲了过来 克莱尔见状急忙叫停了埃利克斯 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没有停止 路灯正好砸在了广告牌上 眼看埃利克斯就要小命不保 卡特冲了过来将他扑倒 但谁也没有想到